60年属于今年公读服务辅导委员会议 由社国团总团部执行长宋时玄主持 出席辅导委员的三位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台湾省政府和台北市政府等 会中讨论了今年公读服务辅导委员会和执行小组的组成 今年属于今年公读服务实施办法等的提案 会中并且决定今年属于今年公读服务定为一个半月 每月报酬以一千元为原则 名额大约是一万五千名